一个能被一切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悲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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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有情离苦及苦因 愿有情不离无苦之乐 愿有情离亲疏惜平等 愿有情离亲疏惜平等 当愿众生发菩提心 修大悲心 安住空性 成就佛道 普度众生 请放长 首先感谢我们 摄拉切佛学院 包括我们中小学 来到我们新加坡 来利益我们新加坡的 这些友情众生 特别我们要感谢摄拉切 几十年来为这个世界 培养了这么多佛教的革西 上师到世界各地去利益众生 就像利益我们新加坡一样 所以大家为摄拉切的功德 跟他们的持戒精进修行 大家鼓掌 生命的意义 在于至少能够解脱 进一步能够利益众生 那对他们藏人来讲 他们有这个福报 因为从小就有人在跟他说了 你赚再多钱 你拥有再多这些东西 你都带不走了 所以生命的意义 在于能够成佛度众生 所以对他们藏人来讲 最宝贵的 哇就是仁波切啊 这些趁愿再来的人间珍宝 像佛陀一样啊 今天是很殊胜的日子 今天在我们汉人是农历二月初八 什么日子知道吗 释迦摩尼佛出家日 要不要出家 学佛啊 要发佛的愿 当然有些出家也要有因缘嘛 但是至少你会想要 将来也有机会 我也要在适当的因缘 能够出家利益众生 当然佛陀出家是为我们众生走出这一步 走出这个自私的痛苦的范围 走路解脱成佛之道给我们看 所以今天是个大家词 特别又是初八 初八是念一下六灾日 十灾日 所以更是诸佛欢喜的 隆天护法护持的 而且是修行人的重要的日子 所以我们今天感谢摄拉茄 那么我们五点多就来了 为我们念了十六阿罗汉长寿文 然后呢 咒语等等 而且代表摄拉茄共哉 当然我们今天我还特别找我们格西 他来新加坡已经七年了 所以守在新加坡做我们的福田 但是事实上 摄拉茄这个团体 他们最宝贵的 是为众生在持戒精进的修行 然后呢 虽然在印度 生活上有一点苦啊不方便 但是因为有这个助援 他们更认真啊 所以这次摄拉茄中小学的副校长 还有中文老师 这次还有带两位拉玛 特别到我们新加坡来感恩 大家长期以来 对摄拉茄中小学 还有大学的护持 那再来他们可能会跟我们去 马来西亚很多点 去那边跟大众结缘 当然我很期望他们去 是因为我们每次办法会 我们汉人就很喜欢 写一大堆排位超度 因为我们排位免费嘛 慈悲 那他们以感恩的心 就怀着菩提心 来我们修法 所以呢 就有众生就这样 离开痛苦了 超度了 这是我们最大的 期望 所谓的超度 它就是脱离痛苦 脱离痛苦 所以我们都希望 我们的祖先脱离痛苦 不过站在大乘佛教 帮你 帮你祖先的时候 也想到 哎呀 愿所有众生 的祖先 都得到超度 当你有这种悲心去超度 你祖先的时候 祖先会不会超度 那就超度 但是超度 是靠谁超度 知道吗 佛的力量 所以我们对众生 升起一个平等的大悲心 然后呢 一心的 来念佛 诵经 慈咒 革西他们 修仪鬼 以这样的三宝的 加持力 再加上我们对众生的悲心 然后呢 我们自己一个无所求的 虽然我们是为我们的祖先 为我们的堕胎胎儿 但是我们心里 因为 我们有这样子的苦啊 跟孝顺 但是我们就进一步 来扩大对所有种族的祖先 所有被堕胎的胎儿 乃至所有众生 那这样呢 没有一个执着的点 而扩大为对众生的悲心 而愿众生都成佛 那就是我们 透过超度也可以成佛的 也就是说我们保持在一个 对三宝的信心 菩提心 对所有六道众生的悲心 然后保持在这种清净的 觉性的空性 那我想 肖宅也好 八度也好 念佛也好 都是一种 很好的修行 就像今天晚上 他们说要在这边 弘法讲座 老实说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因为我这个人 不太喜欢给自己压力 有压力就没效力 就像唱歌 唱得会紧张 就不好听 所以我都告诉我自己 我要随时保持在一个清净的 但是动机呢 我就是希望各位都很快乐 可以找到佛法的重点 来摄拉切以后回去都不会生气了 不会起心动念啊 能够将来发菩提心啊 那就是唯一的动机 那为了要表达这样的动机呢 自己就要生起这样的动机来影响别人 所以我想唱歌好不好听 不在意 歌曲好不好听 或歌词好不好 是唱歌这个人 你喜不喜欢听他唱 如果是你儿子在唱 你在下面听你都会掉眼泪啊 是不是 因为你很爱他呀 那我常以为 一个学佛的人 他并不是在表达他的 读书有多少 学历有多高啊 身份有多宝贵啊 因为佛法讲平等 不分你是什么样的众人 一个高贵的心灵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无所求的 平等的 希望对方快乐离苦 希望对方真实能够 往生净土成佛 那我想这是我们要 表达的一个心态 当然我在这边说 我也希望我演得很像 我常这样勉励自己啊 我要演得很像 保持在空性悲心 各位你看我 想不想成佛 你想不想 我想没有用啊 我是表演给各位看的 我希望你想要成佛 所以为什么要成佛 因为我们真实的 有那个对众生轮回苦的 大悲心的感受 把这个对众生轮回的苦 变成我们生命精进的责任 但是你越负责任 但是你越负责任你就越不要紧张 就是说你越紧张 越急就越没有用 因为佛性本来就在你心间里面啊 那你就要 你就要放下一切的执着 这样就好了 这个叫安住无分别的空性 所以 然后呢 去关怀一切 这个关怀一切 我觉得一句话很好 来 融入一切 对 我要融入你的心里面 我要领受你所有的快乐跟痛苦 我们要跟土地合在一起 我们要跟这些风啊 电啊 树啊 太阳啊 大自然啊 完全融为一体 所以完全没有一个我的存在 融入于整个地球 融入于整个法界 融入于所有的众生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晚上办讲座 晚上大家才有空啊 所以有时候人家跟我说 师父 你们出家人 为什么晚上有些有吃 有些没吃 没吃 他是慈悸精进 有吃呢 慈悲啊 陪妈妈吃饭 众生欢喜 我就欢喜啊 众生吃得快乐 我也吃得快乐啊 对不对 老实说啦 你妈妈吃不下东西 结果你为了要陪他吃 妈妈 冰淇淋好吃 我也吃 你也吃 他就要吃了 妈妈 你自己吃哦 我过午不时 妈妈吃不下去了 所以我认为两方面都对了 看你站在什么地方了 所以只是说菩萨道他比较重于 令众生欢喜 然后呢 借这个机会啊 多能够去接触他 跟他聊天啊 希望从聊天里面 多去了解对方 也希望去学习对方的优点 也能够把自己所学到有帮助的 能够让对方也能够得到你的快乐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 新加坡 地方小 人多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但是呢 既然人那么多 那如何让各位去展现一个 一个 念一下 拥抱众生的心 所以如果我是你师父啊 我就会叫你明天 站在楼下 电梯门口啊 开始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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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呢 去 跟每一个人 Good morning 祝你發財 为什么人家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哎呦我 这是我的早课 早课 然后我就要开始呢 去 关怀众生 祝他快乐 当然 有些人不跟你打招呼 有些人跟你打招呼 但是时间久了 每个人就在等着 嘿 楼下有一个人要跟我打招呼啦 我要准备笑 哪一天你故意请假三天 大家会很痛苦啦 哈 哈 那个对我们微笑了 怎么不见啊 哈 那我想 大乘佛教啊 他可能就要 我们经常 有这种很热忱 想要接触对方 啊 就像 各位你家里一样 小狗 当你回家啦 走来啦 他早就在外面咬尾巴啦 对不对 主人回来啦 哈 他要扑在你身上 希望你抱抱他啦 事实上 那个时候 你也很快乐 因为下班回来 心情不太好啊 又塞车 又肚子饿啊 但是看到小狗咬尾巴抱起来 嗯 亲一下 OK啦 结果看到老婆 也不亲一下 哈 老婆会骂人 会抱怨 狗 你看 永远咬尾巴 哈 所以我们要学学 哎 原来狗这个特性很好呢 它没有分别呢 那我们有一个分别 还记住 记住 哈 我做个比喻好了 你老公昨天晚上没回家 你等 隔天上午看他 你带给你死 但是 你昨天晚上没回家 你那只狗等到你天亮 他尾巴要摇了更厉害 因为他没有分别性 他只想给你快乐 这样比喻比较快 所以我想一个人要快乐 那你必须能够让自己 因为我只是来爱你 关心你 你做的不好 更需要我爱你 这样而已 你有很多的缺点 更需要我爱你 这个叫空性的背心 没有分别的爱 但是我们有很大的分别 你这样我才爱你 你这样我就不爱你 所以你内心里面就会痛苦 那我想各位现在学佛啦 那你就要用佛法的方法 用在你实际的生活上面 所以以前我在家里 我爸爸做公司老板 他经常要接待很多大客户 他很喜欢叫我们在他身边坐 然后看我爸爸怎么做生意 他从小要我们学啊 那时候我家三兄弟比较大 另外弟弟太小了 大哥二哥都脸都这样 我爸爸说 你们不要来了 只有我还会一点笑 这样 我爸爸说 你就坐在那边吧 因为我想说 我有酒窝 我就多笑一点 所以 然后我就 我还可以学一点东西 后来我就对我爸爸 就有点不高兴 我觉得很奇怪 我说 我都不敢讲 爸爸你看 对那些客户 多么亲切啊 多么好啊 回家对我们好凶啊 特别对我妈妈很不好啊 我就很不服气 以后我长大 绝对不做商人 很奸诈 那现在讲一下 分别心很强 所以 我心里也中了一个 这种想法 所以当然我这样做个比喻 那我们学佛了 那就要改变了 你如何以最美的那个方法 来对待 这个友情 那你要 平等的用这种心态 去对待所有友情 所以 你看到最美丽的花的时候 你那个 心情多好 那 你看到万法的变化的时候 你哇这个万法就像万花筒 不断的在变化给你看 变亮变暗 变丑变美 哎呦好漂亮啊 所以念一下 万法皆是佛法 对 释迦牟尼佛要告诉我们 出家 出家 老实说 透过外表的出家 要达到 新的出家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 卡在那边的东西 你就会 自由自在 跟万法的变化 跟万法的变化 合在一起 快乐啊 所以念一下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移 即灭为乐 各位要背哦 背以后 那你经常拿这个去看 哇 这个世间 诸行 一切存在 都变化无常 没办法控制 永远都在生生灭灭 这个是 真相 但是 这个真相 是让我们来修行的 你对 一切事情的 生灭变化 不再起心动念了 生灭灭移 哦 即灭为乐 这才是佛教要追求的快乐 对于外在的变化无常 我们呢 都能够欢喜的接受 利用这个无常 那么 变化 来跟众生结缘啊 所以我想 这个世界 因为有白天 有晚上 才会选择它 不一样时间的美啊 这个世界 有生老病死 还觉得人生可贵啊 所以 如果一切都没有变化 那就没意义了 所以对这些变化 你也知道 全然接受 对 哎呀 这个变化 你都能够接受 而且欣赏 它这个变化的美 婴儿有婴儿的漂亮 少年有少年的漂亮 青年有青年的帅 老年有老年的成熟 对不对 死亡呢 解脱 去极乐世界 更美 带着这么好的善业 哦 它下辈子更快乐啊 所以 各位要懂得 经常这样去 欣赏人生啊 然后也把这种人生的快乐 在不一样的阶段 展现你的魅力 哎呀 去影响它们 特别现在我们大家都有佛法的知识啦 看了这么多书 参加这么多法会 听了这么多佛法 但是如何把它 用在你的生命上面 展现出生命的力量 也去影响别人的生命 一根没点亮的蜡烛放在那边 永远没什么 但是呢 到了晚上 一颗点亮的输油灯 漂不漂亮 就是特别壮严 所以 无名 当一个人无名的时候 没有智慧啊 不了解四身体啊 执着一个我的存在啊 没有空性啊 不了解悲心的重要啊 他就是没点燃的蜡烛 那我们学佛的人 皈依三宝啦 哎呀 这下点燃啊 透过三宝的加持 我们的生命有光啊 但是重点是 那你要保持随时亮亮的才行哦 你自己清净 而且呢 也给别人光明 不会带给别人烦恼 所以佛陀说 我们身为一个佛弟者 首先要做的 就是什么 来 不伤害任何众生 对对对 就是要自己发愿 不要因为我的存在 任何一个生命 受到伤害 不管你走路 开车 做任何事情 都不要给别人负面的影响 就像我经常在外面要住酒店啊 那我要离开房间 要整理得很好 还要放小费 这样啊 还要给人家结原品 不然他会骂 这个没水准的客人 哇 他骂到出家人了 他一定要 我们要跟他结善缘 老实说 谁会帮你整理床铺啊 这个小姐过去不是你太太还整理不到呢 我都这样想 谁会帮你开车啊 这个人过去不是我们爸爸 他怎么会开车送我们去幼稚园呢 所以 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缘分 因缘都一直在靠近的你 这些都是有缘众生 所以任何一个有缘众生 我们要借这个机会爱惜 爱惜这个因缘 然后就要展现最好的那一面 给他看 而且呢 影响他 影响他 像我现在是个出家人 活得的目的就是 希望别人能够归三宝 相信因果 然后呢 进一步能够了解解脱轮回的真相 能够不执着才会快乐 所以 最近几天有一位女孩子 刚好 透过微信的广道 天天问我几十次 传了相片给我 师父 这个男人 我能不能跟他在一起 但是 他 又这么不安全 那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分开 师父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让这个男人 会对我很忠实 因为我已经投入感情了 每天我这个 但是我会觉得说 哎呀 好痛苦啊 因为 我只给他说 你要是这么在乎 你应该找一个 很爱你 很疼惜你的 可能家里没有很多钱吧 对不对 或是没那么帅 可能比较安全一点 但是你千万不要找一个你爱他的 因为你 你这么care 对不对 这么仔细 那你哪里找 但是我还跟他说 如果这个世间 爱情最后能快乐 我们就不用出家了 你来问我出家的人 怎么快乐 我就告诉你 没有爱情才是唯一的快乐 那什么叫没有爱情呢 人生不是灰白了 我说 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把 爱 去爱那只猫啊 那只流乱狗啊 可怜的老人啊 所有痛苦轮回的众生啊 你好好去爱他 这是佛陀 你问我 我是出家人 告诉我们 真爱 永远不会被伤害的爱 这一点都不消极 这是非常积极的爱 以其每天在那边担心 还不如用悲心 就这个意思吧 因为 怎么样保证你的先生永远对你好 没办法保证的 所以我想 每个人 确实都很关心自己 但是 关心自己 各位一定要有一个智慧 那我们听闻佛法了 所以来 背词 有爱生忧虑 有爱生恐怖 有爱生 无所爱乐 无忧无不 然后佛陀讲了真理 都不用欢乐了 但是如果你一执着 痛苦就来了 所以 昨天我们还在霸弹道 我看那些居士在问我问题啊 问法事问题 先问先生 再问儿子 然后问完问女儿 然后什么都问 然后问家庭 问工厂 什么都问完了 就不问佛法 我们更了解 你执着哪一样 没有一样不让你痛苦的 今天问完了 明天它还会变化 后天还会变化 你永远都在 你永远都在 怀怀怀怀怀怀 所以我要来参加法会 看能不能房子卖得出去 儿子乖乖 老公好好 偏偏佛教不是讲这个 佛教是告诉你 接受他的变化 从接受他的变化 来帮助他 可以 简单的说 还是这样讲 尊重对方 对 因为就像各位 你教女儿子 他 他